字幕提供 喂,哥仔,在搞甚麼 我在找動物在哪裡 甚麼動物在哪裡 甚麼,今天是25號 我在找動物,整晚我購物車在哪裡 不是1號才交的嗎 你不是不知道 獨立付費節目25號已經可以交 如果1號那天有馬跑 那天才交,可能會虧了一閘 原來這樣的新玩法 又是月美,借一部電腦來 讓我自己交月費 沒問題,拿去吧 馬後炮 回來第二節的馬後炮 繼續有波仔和尤達 我們快快說回那天的總場次 208場第五場 這場是三班千二米 這場大家留意一下蘇紹輝 怎樣贏馬 我們一邊看一邊說 英之星排六檔 紫衫 一起步其實他也不慢 跟手比較前一點 外面橙衫殺過來 就是以戰養戰 裡面還有一隻很快的大合適 在外面做一些閃耀榮光 在英之星好跑 因為他比較大步 因為前面的馬拉得鬆 他就開步舒服 裡面回來氣管有血 那隻就是心中有理 最後多少這個查一下要留意 就是那隻騰龍超影 這隻老馬今場查完之後回來有追 在後面的馬回來就佛線速層一點 再看前面大合適 一千米放到脫下輪回來斷 這次有個彎位給他回起 好很多 亦來勁確放了有一手 而閃耀榮光在第二位 以戰養戰出腳比較高 有個外檔被殺到 又是前面沒什麼馬 他跑得舒服 而英之星這場 就似回他贏馬的時間 前面的馬拉扯散一點 他在中外檔就蓋得舒服 剛才說後多少 有隻藍衫在後面那一疊 就是騰龍超影 其實這隻老馬很少跑 田草跑得好 這場也追得好 後面追得好多 追得好多 這隻馬 過了會長之星那堆馬 沒錯 因為他已經在陣上不止一次有得追 這隻馬的狀態跑起來了 所以這場馬 英之星是贏得合理 而我覺得主要跟進 我自己覺得騰龍超影 這隻當然要跟進 但是贏馬這隻 不是說要跟進 大家看看他贏馬是什麼樣子 這個人也是很飄忽的 不是去年你看到的蘇紹輝 馬田和小米都已經說過 N那麼多次了 這個蘇紹輝 但這場合拍得不錯 你覺得他有沒有超級度假的感覺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度假的感覺 但我覺得他放鬆起來的時候是可以好 因為我看有些文章 有些文章說他好像有些思想想走 但馬威說你結束後才好走 但是這個人 這個人認真說 其實我之前也說過很多 所謂今時今日的英國冠軍 就真的失敗得很重要 好像你現在的蘇紹輝 甚至乎你說現在應界的莫艾成 你說他是不是很超卓 我覺得他當然是一個好騎士 但是你說去到一樓頂 但是你說去到一樓頂 真的是絕對不是 這一場當然 英知星騎起來有爺馬功架 夠硬功 這個就是我們認識整天的 見慣的蘇紹輝 但是你好像之前那些翡翠綠 一直騎邊騎邊移 那些就不是 而且又是這樣說 你看看近十年的所謂的英國冠軍 不是英國冠軍 譬如說戴圖里 莫艾 甚至乎你說布宜學那些 你說那些是不是高手 但是他高手 但是因為他有個馬房 做主帥 就限制了他去跑多些坐騎 所以所有冠軍的分別就是這裡 是 那你好像這些蘇紹輝那樣 如果他真是壞一點說 如果他是厲害的 你高多分都不會炒魷魚 不對 不會那麼容易被他流走 對 不會那麼容易被他流走 你看看現在布宜學 新寵兒 以及杜俊誠兩個 這兩年幫高多芬 立下多少漢馬公務員 連葉森打給他 都幫他撞了 好像說戴圖里那樣 拍著高士登的馬房 今天爺爺十九場 有大半都是高士登馬房 所以我想而知 但是你說那些一定是冠軍級 相比像莫艾成那些 你就看到一個分野 而且你看到莫艾成 上次史馬田和我一起拍 我們都說出了一個道 說出了一件事 就是他的騎馬風格 可能是香港對的 但是很多時候就說他經常要節省 要節省位去跑 港式 港式 那你節省 其實又不是需要你好像田太安 哇 飛到飛出 一定有空位 但是你看到那些騎工 你就會看到這些騎師的騎工分 分 其實絕對是有留意必要的 波仔也指出了 因為他已經是後追了幾次 是很有走勢 甚至乎現在跑了一里 他都可能會成功 是 前兩場已經有這個走勢 是 沒錯 那我們就說下一場 接下來就是 第六場 第六場 總場次的二八九場 這場二八九場 大家當然要看 要等一下黎海榮高興 簡碼成功 簡碼成功 剛才我們也說 剛才我問你膽大威馬 現在是高大威馬 我們一邊看看黎海榮怎樣贏 排幾個檔起步 四檔起步 高大威馬 臨場的票都很硬 為什麼說他選馬成功 因為正正爆速 都騎開 其實黎海榮這場都很積極 因為一直都霸著前置位 現在中間八臂糧 小小黃黃的 六六的三 在他裡面還有一隻精彩千里 都可以留意 等一下再說 而外面還剩下的 還有瀟灑王子 大概當作加州雷電 這場本來另一隻熱門 春風得意 留在第六位 粉紅色衣服 裡面是打鐵襯燼 而劉有榮的另一匹座 其他氣旗 爆速留在較後位置 而這場高大威馬 是真材實料地贏的 因為這場的斷速 很快 回來他還能頂得到 雖然說爆速追剩他一條毛 但是前面用力較為多的就是高大威曼 所以這隻馬反映了有1,600的氣量 如果繼續跑1,400 可能另一隻的精彩最好 放在前面 他撐一部等於你撐兩部 所以高大威曼 尤其是這個馬房金貴 這麼硬 金貴簡直是勇猛的 另外一匹我想問問你 現在在口尾 剛才說的蘇紹輝 你看看這隻特省 你是怎麼看這隻特省的騎法 這隻馬不是沒騎過的 不過我給他一點點評論 這隻特省也不是很厲害 因為我記得你上一次 也有說莫藝成的發揮 一般般就找位 少許阻塞 不過我這樣計算 這隻雷星大二點 好像衝得很厲害 下一場也是這樣 所以沒有太大期望 就沒有那麼大失望 沒得插他 這隻我就有一點點不同的看法 又或者這麼說 如果你說要給他一點評論 那你不如說 因為這隻馬是做替攻 因為本來是雷神跑的 那也是 但是這隻馬 我剛才想指出 他不是沒騎過 其實他上一次 他上一次跑千二 其實他那場發揮 其實就遠遠比這一場 其實這一場 不用了 我馬上去過賽後報告 因為賽後報告是有問 有問過他的 那就是在特省那裡 蘇紹輝就說 特省沿途走勢欠信 然後須在早段及中段 不時吹拆坐騎 以保持位置 他就說 在直路灣前吹拆特省 但坐騎對其吹拆毫無反應 表現令人失望 賽後就檢查特省 並沒有發現任何異常之處 那可能是下雨 馬組斷又不集中 要逼一下他 做替工 然後回來跟跑 那種 又或者會不會他 剛才這場第七場 會不會跑多 需要休息一下 我覺得也要 不過偉達我猜不讓他休息一下 為什麼我剛才這麼說 因為這隻馬 如果你看到操練表 偉達也操練過很多 所以其實他很有心機去做這隻馬 但是很多時候 遇上的祭遇就不太好 要不是當位差 要是遇上的如蘇紹輝那些 游魂 所以這隻馬 我可能會給他多一次機會 我只縮邦娜千二 他有一段歷仔 千二的對手沒那麼強 另外 英明勇將這隻馬 以往跑比較慢的地 不是那麼好的 這次有休息過後 有做功夫 106那場是跑得不頑 所以如果跑正常地 可以留意 而想提到一隻 精彩千里 這隻馬連續兩場 放在前面走 有些氣量練成了 可能今天 他入到直路去黏住 裡面 不是那麼好的 如果稍後時間 他放在前面走 你前的時間 要留意 對 所以這幾隻馬 大家要留意 然後就說回第八場 總場次291 這場其實有幾隻馬要留意 大家就 當然 贏馬那一匹 就是順二寶 這隻又是正正我剛才說的偉達 之前操過一輪 但是有幾隻馬 我覺得大家可以一直跑 都可以留意 首先就是熱門之一 那一匹疾風勁草 這匹又可以看蘇兆輝 又是怎樣在做夢 另外 這匹的行進寶區 這匹行進寶區 最後回來都輸得不太遠 我們一邊看片 一邊說 因為這匹馬其實都是做過千四米紀錄 好了 一出閘的時候 現在近的二檔臨上都幾重飛 那一隻就是疾風勁草 以前就是翠龍那件衣 中檔搶出來的那一隻就是順二寶 大外黨稀威心說 咦 放頭會不會好一點呢 水波風以往贏都是 就盡量搶前 現在手後一點就是 法財先生在中間的位置 最後多少還有蒙古王大眾歡呼 行進寶區在哪裡呢 在內蘭大約是六七的位置 其實梁家俊都一直騙著他 目都沒有鬆懈 教學位置 法律實在 還有一些跑千四比較慢腳的 關鍵時機在尾 順二寶其實這場是 前戰馬當中的表現最好的 回來也頂得比較久 而蒙古王這場 彎位上前沒有什麼吃虧 因為他因應的步速 逐度加快 沒有進入直路才發力 這場理警覺發揮得很好 而裡面 塞下塞下的那隻 疾風勁草 是不是不適合這些地呢 其實蘇小輝在這裡騙著 好像有點惡頭 最入面的粉紅帽那隻 好像沒有什麼反應 會不會呢 賽後報告有關 不如你先說一下 好 帶我當上來就是大眾歡呼 要提一提 加上臉固 最近羅富全三隻 一隻以戰養戰 大眾歡呼 以及一日後完蛋贏了 正半開心 三隻加臉固最近有表現 而恒進寶區 可能也是跑剛快地好一點 他有兩步衝上來跑到第五 另外還有一隻 衝得好行 就是現在十四號 最外擋的快樂實在 今次就叫做初上三班 這隻馬大家都知道 他跑1,600就比較正宗 1,400就可能太短 但是這裡你見到 一隻馬是有走勢 有些走勢衝上來 所以就習慣了一場三班步速 如果他大肆再跑三班的1,600 其實也有留意必要 這隻純二寶 剛才波仔你也說過 其實他有少少賺了跑道形勢 但是你看看這隻 可以去直鏡 留意一下這個二檔的疾風勁草 這裡其實賽後報告都有問他的 蘇紹輝就說 這隻馬在早段佔取有遮擋位置 其後走勢暢頓直至接近500米處時 一度靠近美麗標誌的後提處處於險境 然後其後處於險境 其後這隻疾風勁草就隨即脫口 儘管受需拆彈開始墮退 他就再說在最須於接近250米處時 就將疾風勁草向外移出 以避開水火風後提 但是坐騎到那時候 已經洩氣潰敗 然後他再說疾風勁草於末段 未能以勁勢中刺 走勢令人失望 受醫賽後立即檢查疾風勁草 並沒有發現任何異常之處 我相信可能這隻馬沿途 反對這隻馬也很抗拒 所以蘇曉輝也有落力的 守個好位置 但一隻馬脫了後 他吹拆也沒有反應 可以當是抹掉他也不行 這隻馬當然要抹掉他 這場馬當他沒有跑過 而且你可以看他的組斷 蘇曉輝處理這隻馬的手法 我覺得是間接或者直接令到 隻馬上抗口 所以我常常說 贏馬的蘇曉輝和這些蘇曉輝 這些蘇曉輝就真是靠近 你以一個所謂的英國冠軍 怎會跑馬跑得這麼狠 有時看今季蘇曉輝 很多隻馬都看到 他好像沒有多少場令你上心願望 真的沒有多少場 是健康在望 健康在望 那場洩毀 取毀直路發動 那他跑那隻安什麼都 上一次 之前那次跑那隻 不是安琪 那隻叫做安什麼 安什麼東西 看看 真的忘記了 總之是安什麼東西 那隻好像是方家柏 那隻跑得不錯 所以這隻 喔喔 泥地那隻 泥地那隻 剛剛的尾場都會出來 對 剛剛的尾場 就是安富 沒錯 那一隻跑得有功架 那一隻很鬥心 贏得也很厲害 大家留意剛才我們說過的馬 那集封敬草 可以給他再看多一次 還有 蔡若翰那些馬 都可能要跑一場半場 才會比較好 那我們就快點說完尾場 這一節 或者就算說不完 我們也先播片 好 那就是尾場的293場總場次 第10場的三班165名禮 衰家食器 我們一邊看完片 就在一邊說 起步的時間 中間很積極 那隻就是輕耳 裡面以為雕臣也會放 但是他就放慢腳步 外面就是安喜 不是蘇少輝 後多少有旅遊首席 還有招五萬九 後少少 裡面大自然中間的蒙古鑽旗 後多少還有和平路 一定要留後 月雨起步 預早的慢 他就捐住在裡面 跑來地就死位 好鬥心在他前面 紅衣 臨場換了楊明倫 再後多少就是安富 留在尾椅 二十九秒一二 這裡對面直路 我說壞了 我離身就買了大盜致症 為何 鄭祥是另一隻 旅遊手席 可以跟前一點 是否可以逼上一點 是否在閉眼睡 還是全世界都在 等衰家食美虎 稀威心 即是說 形容詞 後多少的馬 其實又不是很多隻 中段產老人上來 尤其是 尾三的月雨 大盜致症 其實見到 巴道現在在尾四 都在押了兩步 但始終 頭段太慢了 那些馬要 披露 還要在離地 要給點時間 好了 入彎的時間 這裏已經有三個馬 或是彈掉 希偉心那隻 也很著數 這裏又要贊希偉心 因為他不是定到直路才推 是再走掉 結果 我以為是另一個審拿 審拿也是這樣開齋的 這隻輕易 越放越有 離地 更加要起動的時間 後面的馬就 爛越雷遲頒布 在本來前置的旅遊手席 現在會變成另一隻馬 後勁很厲害 大礦當作安褲蓋上來 但導致正要巴道 要贊一罩 在閘位裏面捐上來 還要去一對馬 跑分裂二三 那種如何呢 終於在2019年開劑 就是前面贏馬的希偉心 我猜他這一場會爆 但沒想到是這樣爆發 完全沒想到希偉心可以這樣跑 反過來也是偉達好東西 夠膽用他 如果大家看粗練表 不要了 如果大家看粗練表 同樣都是 就是偉達賽前也摸過幾貨 然後就交給騎士 所以其實我都要不斷重複廣白給大家聽 大家買偉達的馬 第一真的要留意他的操練表 之前他有沒有操練表 例如這場的輕易 甚至乎之前的順耳寶 他都是之前操練表 還有一些揮煌心 超能力 全部都是操練過 操練過一兩貨 賽前 自己操練過一兩貨 然後就交給騎士 騎士就照著他的跑法去做 我們先講到這裏 待會我們回來 一邊看巡邏影片 一邊講 我們這次休息一陣 所以